梁美芬議員 主席 其實這個報告呢 我覺得這樣出其實都是正常的 因為政府又好 香港社會周圍都是海膽 政府可能是要做海綿 是要將很多不同的意見和那種爭執 就應該吸納了 所以現在整個政改的路 司長 我們其實是要盡早令到 各方了解不同 從而尋求一個共識 我自己理解一國兩制 一國就是中國 兩制香港就要維持資本主義 所以其實在基本法裏面很多大智慧 現在很多香港人就不想再看 那個四大界別和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 我覺得你的報告就沒有直接說 這個可能是另一種智慧 但是在坊間 其實呢 坊間其實有很多的建議 都是願意符合基本法的提名委員會 裡面可能我們認為更開放一些 有些是更保守一些 那麼司長 即是你作為政府 怎樣可以帶頭 是做一個領導的角色 令到我自己認為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即是有些方案就是走挖頭路 我認為走得通的路 裡面有這麼多的方案 你怎樣可以協助大家會不會遊合到 一個方案絕對不會有百分百理想的 那所以呢 一定是只是大家認為可接受的 那你想想 政府可不可以怎樣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呢 在民間這麼多的提名委員會方案裡面 政府司司長 謝謝主席 政府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呢 就在諮詢期間 或者諮詢結束之後 任何時候呢 我們都應該和社會 清楚地說明 在基本法之下 對於這些政治體制的設計 無論是他們的憲制的基礎 以至到設計的原則 梁美芬議員可能覺得 在諮詢報告 沒有再重複到這些重要的憲制的基礎 和設計的原則 原因是因為我們 還是沒多久之前 已經出了一個諮詢文件 而諮詢文件 是很詳細地交代了這些憲制的體制 也是剛才梁美芬議員說的 在一國兩制 香港只是一個 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域 現在是說的地方行政區域首長的選舉 那些需要考慮的因素 另一方面 就在廣泛代表性這個要求 亦都是符合我們在政治體制裏面 事上強調的四大原則 其中特別就是要兼顧到各界各階層的利益 亦都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繼續發展 在往後的日子 特區政府繼續去解說這些相關的原則 是我們責無旁貸的 是主席我想追問一個 就是正正 剛剛出現了有幾十萬人的市民 支持一個我認為違反了《基本法》的直接公民提名 其實就是好像如果你給一個方案說 如果一個市民人人派十萬人 人人都會去投票 但如果你說人人派十萬人 要加稅的 人人就會想清楚些 所以我就說 政府會不會將那個有機會可能的代價 代價就是 因為如果違反了《基本法》就能拘捕了 那你們是怎樣主動些 將這個所謂法律和政治的現實 疏到我們的民意 從而才有機會找到共識 政府施事人 我想一個簡單的回覆 就是以前我們都說過 當我們做完了這個政改的首階段的諮詢 亦都行完了政改的第一步曲 若然全國人大常委會 亦都在政改第二步曲 確定了可以修改 譬如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法 我們會進入第二輪的諮詢 會提具體的方案 到時具體的方案 必然會提一些符合法律的具體方案